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马大姐 车回大地,我相信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退去秋冬的厚重感 换上一些轻薄的外套和一些更有呼吸感的穿搭 那在众多的早春外套的不同风格中呢 其中粗泥外套,因为它材质本身的一些纹理的秘籍 以及有质感的设计呢,是我们经典优雅的代表 是那种从未被超越的 无论是2024年Chanel的秀场的潮流趋势 还是一些时尚名人日常对于粗泥外套穿搭的展示 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时尚美感 堪称呢,是欧美老前锋的必备单品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退去模特身材以及一些氛围感的滤镜 普通人面对粗泥外套 也许你们和我一样,有着同样的经历 就是往往啊,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 看到这个图片,看到这个粗泥外套在模特身上 穿起来都很漂亮,然后兴匆匆的下单 买回来之后呢,发现完全不合适 显胖,显老都是小事 一不小心呢,还会容易穿起来 看得很吐气,很奇怪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8个小点 让我们精准找到适合自己的粗泥外套的款式 有些干货,所以希望大家耐心的看到最后 第一个呢,就是纽扣 我们知道粗泥外套它的标志性特点呢 除了材质本身,其实第一眼被看到的 有的时候是纽扣 那粗泥外套往往是通过纽扣的设计 凸显出外套的一些复古感 比如说,珍珠纽扣,金属纽扣 它的应用呢,更像是一些精美的配饰 与粗泥外套的纹理和颜色搭配 对称和谐,相互呼应 但是又相互成全 所以第一个细节点,就是要看纽扣 但是不能一味的追求华丽 过多的纽扣,或者是一些过大的纽扣 反而呢,会让整体的设计显得有一些凌乱 那我们搭配起来呢,也会破坏了粗泥外套 整体的和谐性,显得既凌乱又吐气 那纽扣的颜色呢,其实无非就是有两个作用 要么呢,是反差色 多应于像黑色,暗色的粗泥外套 那搭配一些白色,珍珠,或者是金色的纽扣 亮眼,来做点睛 以来可以打破暗色系的沉闷感 也能通过暗色系本身的这种深色的背景 突出纽扣的高贵感 或者是同色系穿搭呢,同色系的纽扣应用 一般是用在浅色系的粗泥外套上 这样能够做出一个简约感 所以我们大家在选择粗泥外套的时候呢 不妨先看一看纽扣的设计 就能够了解这一件单品的细节和设计感 是否合格 第二个呢,就是对称性 我们都知道粗泥外套呢,一般都是这样的开衫设计 所以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对称性 面料纹理,左右肩是否对称 肩膀的垫肩,它内侧的口袋,扭扣是否对称 都非常的重要,不要忽视 稍微的不对称的走线或者是剪裁 都会破坏我们身形的流畅感 那在世界上呢,就会显得有一点廉价 第三个呢,是领子 粗泥外套的领子呢,无非就是分为 圆领、微领以及西装领 圆领呢,是属于比较经典的设计 可以为整体的造型增加日常的范围感 比较实用 而微领的设计呢,它其实更偏向于 力挺感 那对于我们颈部来说呢,很容易显得比较修长 比较适合像我一样的圆脸、长脸和方脸的姐妹 也会对于上半身比较风云的姐妹来说呢 起到一个显瘦的作用 粒领的话呢,它其实更像是一个西装领 那对于脸部方脸的姐妹来说呢 它其实效果会更好 因为它能够将我们的视线呢 集中在我们的领口的附近 这样就是下个线条不那么突出 但是呢,这三种领子其实最不容易出错的话 还是应该要数基本款的圆领 它不仅适合我们日常的穿搭 而且可以根据各种场合 做出不同的穿搭范例 那只要我们掌握了以上三个细节点 其实我们基本上就可以保证 有设计感的单品 之后呢,我们再来选择 适合我们的颜色和版型 其实粗泥外套的颜色 相对于其他春季外套 它的选择性是更多的 从我们经典的黑白棕基础色 到最近呢,比较流行的少女的 把笔粉啊,贝贝蓝啊 都有比较不错穿搭的范例 但是呢,颜色选择多 它的出错率随之也会增高 当然,颜色的选择是一个比较自我的因素 跟我们自身的各种生活习惯 以及我们自己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件粗泥外套的话 那我觉得最安全的颜色 其实还是要数黑色 黑色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尝试的颜色 低调的黑色呢,配应上相应的钮扣 无论是搭配牛仔的简铃休闲穿搭 或者是搭配黑色长裙的优雅穿搭 再或者是搭配一些短裙的时尚穿搭 都能够帮助我们打造多种造型 金色的钮扣在黑色的底调上呢 也会显得更华贵 让整个单品呢,显得更加有高级感 但是对于不喜欢黑色穿搭的姐妹 同样,白色、棕色、粉色、蓝色 我们都可以做出一些有辨识感的穿搭 只不过有一点 就是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的穿搭中呢 尽量避免彩色套装 就是彩色单品的成套搭配 如果是在拍照呀 打卡或者是特定场合 彩色的粗泥外套套装呢 确实很容易在色彩的氛围上比较突出 但是我们走出拍照的场景 这样的穿搭在日常上 就会过于显得太过隆重 太正式 缺少一些松弛感 我们自己穿着呢 也会感觉别人总是在盯着自己看 就是多少觉得有一些拘束 虽然有点漂亮 但是不免呢 会有些担心 就会显得有一些尴尬 另外黑色或者是灰色啊 它给人本身就是一种优雅的轮廓感 但是亮色和彩色并不会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由于粗泥外料本身的特性 有时候彩色的粗泥外套呢 会比其他的外套更显得有一些蓬松 那很容易就会有一个放大的膨胀感 换而言之呢 很容易显胖 所以大家也不要忽略这一点 尤其是对于胸部比较丰满有料的姐妹 尽量选择一基本款的颜色 这样在显瘦的同时呢 能够保持优雅和高级的氛围感 下一个我们要说的是板型 我们知道外套的作用 基本上是功能性的 那就是预寒保暖 但是剪裁得当 也同样能够让我们达到 梦寐以求的塑形感 我们之前讲的粗泥外套的领子的细节啊 圆领 微领或者是西装领子 我们说圆领呢 通常是一些短款的剪裁 能够帮助我们打造腰线 起到一个显高的作用 那通常我们建议呢 是敞开扣子来穿 利用粗泥材质本身的力挺垂坠感 以及少许的露出一些内搭的效果 在视觉上能够帮助我们 做到一个显瘦的效果 但是如果我们是离形身材 那我们臀胯部就是会比较丰满 那这样短款的外套 在搭配裤子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容易暴露我们下半身的缺点 所以对于离形身材呢 我们可以选择稍微长一点的款式 而长款的款式呢 就要避免圆领 因为很容易上满下长 就会显得笨重感 而是要选择一些领部 稍微有露肤度的 就是微领或者是西装领 显得轻盈的同时呢 又能修饰身形 再加上一些收腰的西装外套版型的设计呢 适合直肠女生做出一个正式高级感的穿搭 那最后呢 对于胸部比较丰满的女生 其实我们只要避免双排扣啊 或者是过于复杂的设计 就能够显得胸部力挺 从而起到一个显瘦的效果 另外呢 我这里要强调一下 就是对于像我一样 就是方脸长脸的女生 我们这样的微领 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修饰脸型 或者是一些西装的设计 这样能够让视线呢 集中在我们薄径的线条 那相对于圆领呢 其实是弱化我们下额骨强硬的线条感 那不会横向发散 就会显得脸小 同时呢 也会减少我们对肩膀的冲突感 尤其是再加上西装领 在领子这边 有小小的设计感就更完美了 因为小小的领口呢 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双肩的宽度 那在给人的视觉上呢 就会显得头小脸小 那对于粗泥外套搭配的配饰啊 比如说包包配饰的颜色 我们刚才说 最尽量呢 跟扭扣的颜色一致性 那突出细节感 包包主体的颜色呢 我们可以选择跟鞋子的颜色一致 那整体穿搭的色调就会非常的和谐 能够做到干净利落 再搭配一些复古的珍珠耳环啊 或者是珍珠项链 这样的穿搭呢 真的看起来毫不费力 但是就是不可言语的简约迷人 相信大家掌握以上的几点 那粗泥外套呢 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一个 人见人夸的精致女生 好了 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希望这些信息呢 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轻松的 穿得漂亮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那感谢大家订阅 那我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咯 拜拜